阿里女员工遭性侵的事情最近闹得很大 大家都惊讶于 作为中国最大最有名的企业之一 阿里的光纤外表下竟然会藏着如此阴暗的丑闻 前阵子阿里发布内部调查公告称 涉事的男员工已经承认 在酒醉状态下与受害者有过亲密行为 按照公司规定开除处理 但他是否有违法行为等 还需要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才能确定 距离案件发生18天之后 警方才宣布 经过缜密的侦查初步认定 他有强制猥亵行为直接醒剧了 很多小伙伴对此不是很能理解 明明受害者都说了 是趁着他酒醉性侵 然后死人也长震了 发生了亲密行为 已经对上了呀 就是强奸或者强制猥亵 为什么还要查呢 不同于网上的讨论 谁声音大谁有理 从此法的角度界定强奸 其实是件非常复杂的事 反过来说 性侵案受害者想讨回公道 也是难度不小 刑法对于强奸的定义是 在妇女不同意性交的情况下 强行与之性交 也就是说呢 要区分强奸与正常性关系 关键在于 证明女方在案发当时并非自怨 受害者报案 只能说明她现在不愿意了 无法反映案发当时的情况 而当时同意事后反悔 并不算强奸 所以公检法部门 就必须进行证据搜集和推理 来证明受害者当时的意愿 按照法律规定 明知对方为14岁以下幼女 还与其发生关系 无论女性是否自怨 都直接视为强奸 对于重度精神病患者 或者重度痴呆 也适用同样的规定 因为前者和后者 都不具备完整的行为能力 他们的一次表达 在法律上无效 而职场中 不存在以上两个特例 受害者基本上都是正常的成年人 这就必须走 搜集证据的流程了 可想法是存在脑子里的 案子是发生在无监控房间里的 什么样证据能证明呢 最重要的当然是痕迹 因为强奸通常伴随着暴力 受害者的义务往往被撕烂 并且现场的物品会遭受破坏 而受害者的身体 尤其是隐私部位 也会有伤口 并且留下嫌犯的体验 能测出嫌犯的DNA 反之 受害者通常也会反抗 那么嫌犯身上就有伤口 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说 某些嫌犯使用药物 或者趁着受害者酒醉 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实施强奸 不就没有暴力痕迹了吗 是这样没错 但警方还会搜集很多间接证据 这时候监控就派上用场 房间里没监控 酒店走廊里总有吧 酒店的外面的大街总有吧 只要顺着视频一路找回去 就能还原受害者和嫌犯 在进房间前是什么状态 如果受害者路都没法走了 是晕晕乎乎的样子 直接被嫌犯掺进房间 然后发生了关系 就有较大可能被认定为强奸 因为受害者在昏迷状态 不可能对性行为表示同意 相关的人证也非常重要 受害者和嫌犯在案发前见过的人 都会成为证人 比如说 可以问酒店前台 当时受害者晕了没有 可以问一起喝酒的人 受害者到底醉没醉 除此之外 警方还会将诸多案件细节作为证据 像是报案时间 案发之后越快报案 被视为事后反悔的可能性越小 又像是案情陈述的可靠性 受害者可能要多次向警方描述案情 如果每次说的都一致 而且和现场痕迹吻合 就会被认为是可靠的陈述 又像是两者的日常关系 如果通过聊天记录和证人证词发现 受害者和嫌犯平时保持了距离 没啥亲密对话或者肢体接触 证明两人关系根本没到那一层 也是有利的证据 如果掌握了这些证据 法官非常好定罪 一般来说 嫌犯想扯谎狡辩 是行不通的 但问题在于 职场的复杂性 往往会让性侵的关键证据不足 把事情变得扑朔迷离 因为嫌犯身居高位手握重权 他可以拿工作上的打压 来威胁受害者 在不使用暴力或者药物情况下 就让受害者就范 不留下一丝痕迹 即使暴力性侵留下了证据 他依然可以用这法子来威胁 或者用升职加薪来诱惑 受害者可能就开始犹豫 更别说 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始终抱着 受害者有罪论不放 他们多多少少会害怕异样的眼光 由于个几天再报案 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 当案情搞成了罗生门 法院往往倾向于判被告无罪 因为一罪从无 是法律的核心精神 我们可以用个案例来说明 最高院的刑事审判参考 刊物中写过这么件事 一男一女两个银行职员 参加单位的聚餐 都喝了酒 然后女的打电话给自己的男友 让他过来接自己 男友来到酒店后 敲房间门没有人应答 于是叫服务员打开了房门 发现他和男同事 裸体躺在床上 随后男友与男同事扭打 男同事逃走 男友报警称发生抢奸案 女方也指控男同事 趁他酒罪没有抵抗能力 进行抢奸 于是警方将男同事逮捕 法院以抢奸罪 判他三年有期徒刑 被告不服 直接上诉 再审法院重新审视了证据 发现有几个疑点 第一 受害者的几次陈述 存在前后冲突 不能采信 第二 受害者的义务并没有明显损毁的痕迹 第三 受害者所成的罪咎状态 无法通过人证和物证确定 最终 法院改判男同事 无罪 可你要说两人是自愿发生关系的话 好像又有哪里不对 如果他有那意思 为何还有打电话叫男友来酒店街呢 自己捉奸自己吗 除了两个当事人 谁也不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法院的判决就是无罪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推理 在弹幕里说说 一旦法院判决 嫌犯无罪 那身败名列的就是受害人自己 大家都会觉得他血口喷人 搞不好还会摊上诬告罪 刑法规定 捏造事实做虚假告发 意图陷害他人 使他人受刑事追究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最高可判 十年 也许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 还有许多女性 成为了职场前规则的牺牲品 被油腻恶臭的领导 当作陪酒工具人 当作不费反抗的性侵对象 他们时时刻刻都被那个 难以愈合的伤口所折磨 美好人生变成了长夜难鸣 他们又该如何拯救自己呢 可能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 自己还是需要那一份公道 但为时已晚 证据早已消失 所以 雷雷希望那些 不幸遭受了侵害的女性 相信法律 相信正义 不要惧怕威胁 也不要被带毒的糖果诱惑 勇敢地抓住那只黑手 你越果断 胜算越大